字幕提供 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還有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連合直播的視頻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這節目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頻道會直播 之後也會在燦爛時光及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的網站上面來播出 我們今天跟他談的主題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這一陣子其實也都特別的關注 因為前一陣子也是在7月1號的時候 香港又每一年的七一大遊行 這次的七一大遊行其實有非常多的群眾參加 根據主辦方的估計 大概有51萬的群眾來參加 當然包括台灣的一些NGO團體 或者是一些公民媒體 也到香港去採訪或者是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就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香港獨立媒體的創辦人 同時也是臨南大學的助理長是葉映聰來跟我們來談這個話題 聰聰你好 你好 鍾翔你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香港每年都會有七一遊行 那變成一個中國這個主權底下的一個特區 那這個是本來是回歸日的 當然從1997年7月1號開始就有遊行 但是可能比較多人記得的就是03年的那一次七遊行 就是當時是反對23條的立法 就是關於所謂反對國家安全法 所以從這一年開始呢 它就變成一個香港最大規模的一個遊行 就是很多人都會參加 然後今年的人數是特別多 可能是03年那一次超過52人上屆之後 最多人的一次 那這次七一遊行在整個行動上面 跟過去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我覺得最主要的一個轉變的就是 假如你從03年那一期來算起的話 今年從我們反對國家安全法的立法 然後到今年是爭取的一個爭取公民提名 要要求廢除這個功能組別的選舉 那這個是一個從一個反抗的反對的 變成一個要爭取一些 我們覺得香港應該有的一個政治改革的議程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改變 而且你看到那個人數上已經 兵護師說就是當年很多人就會認為為什麼有50萬人會上街呢 是因為很多人害怕香港失去的自由 但是今天呢有超過也是超過50萬人去上街呢 其實是為了要爭取一個民主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變 我覺得這倒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轉變的過程 就像剛剛從頭提到說其實在過去比較是一種抗拒或是一種害怕 那害怕這個所謂的一個所謂的中國進入到這個香港社會之後呢 其實包括很多原來的這個自由或是經濟發展恐怕都會受到影響 現在我們看到是一個比較不同的是一種更正向的 就是說去要求去爭取特別是一種所謂的民主的權利 那這也是在過去香港當中其實比較少看到的一種所謂的行動的訴求嗎 假如從一個比較長的一個歷史過程裡面來看呢 你的確會看到就是香港社會在一個政治化的過程裡面 也會看到這種比較積極的一種要爭取我們的民主制度改革的一個動力 我覺得是一個是很明顯的 但是當然我們現在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就是說這個事情可能也沒那麼容易 就是說比如說公民提名現在已經 這個北京政府跟特區政府已經否決了這個可能性 所以呢這個運動怎麼走下去 變成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時刻 當然運動怎麼走下去 我們待會在後面的節目當中會繼續跟大家討論了 那我們剛才我們還是要回到這個運動的本身身上 其實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運動其實跟過去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過去的很多七一遊行會被人家這個所謂的聲稱 或者是甚至是一種散銷是一種加年華會 然後他可能就這個遊行完之後就結束了 那這一次的遊行跟過去比較不同的地方其實還有人留在現場 那一直到了隔天 那這個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其實嚴格來說呢就是這個遊行之後就是有兩個團體要進行一個佔領的行動 那一個是學聯一個是學民思潮 一個在這個中環的一個中西地帶的一條路 這打道上面佔領 另外一些學民思潮的同學他們就去了特首辦 特首的辦公司那邊去佔領 這打道上面有什麼政治上的意義嗎 其實因為戰中這個事情從去年 去年開始已經在整個香港社會裡面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治議題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是有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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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有公民提名的元素的方案 就是说我们特首的选举 这个提名的部分 我们需要有一个公民提名 有80万人是支持的 那这个东西是变成一个 现在变成一个行动上的一个力量 所以就有这两个团体出来 有点像是一种战中的预言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预备这个战中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种行动的计划 那这样一个战中的预言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战中的行动 或者是说 对 因为它不是 你看到它原来战中是有一个 刚才我说的大耀廷 还有另外两个领头人物 而且战中的这个行动 它本来打算是 可能是要动员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的 而且呢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这个行动呢 它因为它要说要争取一个 所谓国际标准的一个 这个政改的方案 所以要等 香港政府要提出 这个具体的方案 到底政府的方案 到底是不是符合国际标准 那这个东西政府一直在延后 一直在拖 那这个也是它的策略 所以呢 原来那个战中计划 没办法在现在可以实行 所以有另外一些团体就出来说要预言战中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预言战中 其实跟过去香港很多的这个抗争相对之下是比较不一样 例如说一直到了深夜 一直到了隔天 那遭到这个警方的香港警察的驱离 那其实总共也代表了五百多个人 那这是不是也代表整个香港的社会运动开始出现 某种类型的激进化的现象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行动 这样一种所谓相对的某种程度的占领的 这样的举动 在过去的香港社会当中 或社会当中 它曾经出现过吗 或者是它有什么样的差别 也不能说是以前从ML出现是有的 但是可能这个一方面那个规模比较大嘛 而且呢就是说它是跟这个现在的政治方案 政治改革这个东西是有关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而且呢那这个这个这个行动本身是有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去计划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行动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不过这边提到一个蛮重要的 你特别谈到说是一个长时间的计划 那所以在这个长时间计划 其实它是一种有目的的 包括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占领的行动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香港社会运动开始有一点 相对之下某种程度的激进化的一种象征吗 也可以这么说 其实香港的行动的激进化 其实已经不是今天的了 已经有非常长的时间 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说从03年到现在 都是一个有超过10年的激进化的过程 你会看到一些比较可能 人家会觉得比较激进的一些政治党派一些政治团体 会他们受到越来越越多的宽宁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支持 那同时呢在你会看到行动上 有看到不少可能过去没有参加多少 社会行动的一些市民也会参加进来 比如说这一次500多人被逮捕 里面有非常多人 其实他们的社会 社会运动的经验其实不是那么那么多的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激进化的表现 这个很明显的 而且其实我看到是非常多的学生嘛 包括像中大港大甚至像里南大学等等 都有非常多的学生 其实他们可能都是第一次的参加社会运动 这次某种程度跟台湾其实有点有点类似哦 但是我想要更好奇的地方是说过去的香港社会运动 特别是这种所谓的大型的社会运动 主导的这个团体大概就是所谓的泛民阵营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泛民阵营甚至包括这个中环三职 他们都被认为是一种相对之下是一种比较保守 而不敢透过一些比较激进的手段去做 而有另外一批的人而且杀出了另外一条血路 这是不是代表了香港的反对运动的阵营 社会运动的阵营 它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变化 的确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可能已经也不完全是今天才发生的 就是说其实政党已经变成一个某一个程度来说 它变成一个选举的机器了 也不能说它是没有这个社会运动或者说政治运动的视野 但是它在实际的实践里面还是花很多的力气跟资源在这个选举里面 然后反过来但是香港其实现在还是非常需要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功能它的角色会减弱 相对来说有出现非常多的民间团体出来去就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的事件去进行动员 他们动员出来的群众可能比很多的政党都要多 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 强调自己政府自己救香港市民声援七一战中游行游行 游行队伍延伸到几乎看不见镜头 街道两边更挤满声援的民众游行所到之处就响起热烈掌声 战中三指则在游行路线旁设及接点向游行市民挥手致意 来自台湾的民间团体包括农政和劳政以及岛国前进等人 夜设集合战声援游行并加入游行行 整个废政党的团体在整个香港的社会运动跟政治运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其实让一个国家的社会运动其实常常是一个政府 或者这个国家或这个地方能不能够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我常常在讲说一个地方的进步它通常不会是来自于执政者的恩责 它也不尽然会来自于反对党的监督 因为他们各自有盘算 一个地方的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 其实非常重要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运动它到底发不发达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诉求当中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改的这个诉求 特别是在公民提名的部分 那这个公民提名民间社会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 跟这个香港的特区政府或是北京政府 他们所盘算的所主张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就像刚才我说嘛 就是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其实现在没有方案 它只是现在是否决了民间要求有公民提名的这个元素 不管是哪一个方案 因为6月22号的时候那个公投 其实两三个方案里面都有公民提名的元素在里面 但是这个元素基本上是已经给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讽决了 认为是不符合这个基本法里面的规定 那他们就要他们强调说这个提名的过程一定要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进行 而且那个提名委员会到底怎么组成 它现在没有说清楚 但是它要参照现在这个小圈子选举的那个提名委员会的方法去组成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很多人觉得它现在那个 虽然我们以后可能有机会进行所谓一人一票的普选 但是那个提名的过程还是受到建制派跟北京政府所控制的 也就是说在北京政府上所提出来就是说假设你们真的有人一人一票选举 可是最后的那个提名的人其实是由北京政府或是香港特区政府 他们来做决定嘛 那从民间的社会他们希望或是你们需要 希望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提名的方式呢 其实公民提名就很简单 就是说只要他得到这个社会上一定的人的支持的话 他应该有资格可以参选 比如说有些方案会指出可以拿到这个选民的1%的人的联署 他就可以提名了成为一个正式的候选人 然后有些人会提出说这个公民提名可以是其中一个方法 那跟其他的是政党提名 或者说提名委员会的提名也是可以同步进行的 然后各种各样的方案都会看到 那主要是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不想让这个北京政府 跟一些建制派他们可以用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借口 去所谓的筛选一些人 把那些人排除掉 然后也指定了他们喜欢的候选人给我们投票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对香港来讲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的进程 就是所谓的一个普选 特别是从公民提名 而不是一种所谓的形式上面的这种假普选 而是要的是一种公民提名 每个人透过自己的提名 或者是透过这个自己的每一票去选出 他们想要的这个所谓的政治上面的一个领导者 或者是他们的名义代表 但是其实在台湾也有发生类似的状况 就是某种状况之下这个民主制度看起来是一种比较符合所谓的民主精神的民主制度 可是他背后还是有非常很多调诡非常tricky的一些东西 例如说台湾的这个三月学运之后 这个318运动之后有所谓的歌兰尾 就是希望把某些的立法委员是把他这个罢免掉 可是台湾的这个法令很好玩 就是选出了这些这个立法委员 但是你的罢免的门槛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香港即使我们在看到去要求的是一个所谓的公民提名 可是这个真的能够去打到某种民主的这个效益吗 那这个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质疑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 来跟冲头来谈香港的七一游行 先来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 还有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直播 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是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 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的网站上面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库以及在灿烂时光的网站上面 你一样也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就要跟他谈的这个话题 其实是我相信很多的台湾的民众 或者是华人地区都非常关注的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的媒体 也非常大幅的报导 香港在前几天所发生的七一游行 今天的七一游行其实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包括这个群众人数创下新高达到了51万人 那我们也看到在次游行当中 整个香港的社会运动其实有越来越年轻化 甚至有越来越激进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香港独立媒体的创办人叶映聪 聪彤你好 你好 钟祥你好 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知道 对香港而言就是要求一个民主的制度 至少跟现在不一样的所谓的普选的制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从台湾的经验来看 这个普选的制度 其实有时候它有一些比较调诡 比较tricky的地方 就是例如说我刚刚提到说 台湾的民选其实它选得上 可是很容易选上 可是你要罢免这个人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种在制度上面的这种改革 真的是能够让香港能够去朝向民主吗 或者是它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种期待跟要求 我会同意说这个是肯定是 作为一个形式民主 当然是一个阶段性的 我觉得 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社会的 社会改革跟政治改革的一个终极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你透过这个过程让民众去参与这个政治 你会看到过去我们各种各样的 比较形式上的一种民众的参与 其实也让社会发生改变 比如说第一是一直过去我们有投票 有一部分的立法会议员是能不能直选的 另外一个就是几年前的五区公投 你会有公投 然后这一次也是有一个所谓的占中公投 你会看到这个过程里面 虽然可能是整个参与是一个比较形式上的 但是它会影响到这个社会上的人的参与 你会看到在这个效应在整个社会慢慢的发生 而且这个也是很重要让一般的民众去参与一个政治过程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 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在这次歧义游行里面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在游行的前几个礼拜 就是中国政府北京政府 它颁布的时候一国两制白皮书 香港政府怎么 香港的民众怎么去看待这个一国两制的白皮书 那一国两制白皮书是刺激这一次群众更多人上街的一个原因吗 那肯定是的 我觉得那个白皮书里面提到其中一点 我觉得是最让民众就是 愤怒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里面提到说 中国中央政府有一个所谓全面的一个管制权 那虽然它们也没有说清楚什么叫全面 什么叫管制 但是呢会让很多人会觉得 现在我们的所谓的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经是假的 因为连中央政府也说很明白说 很多事情都是它来管的 不是我们自己和一个自己管的 然后呢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政治 就是政治犯案 政治改革的方案 他也说得很清楚说 最后这个中央有一个批准的权利 这个批准权利也不是形式上的 而且实际上的 就是说假如我们提出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是中央政府不喜欢的 他就基本上是会 他就不愿意这个东西发生 而且呢他可能再更进一步 就是说他可能他心目中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方案了 那这个方案肯定要在香港实现 不管到底香港的市民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最烂 很多香港人是愤怒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基本上是违反了我们很多香港人的一直以来 理解的一国两制里面的所谓的高度支持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即使今天立法会 或者是今天特区政府 他们同意的这个所谓的民间提出来 所谓的公民提名 或者是这些普选的方案 一直到了北京政府 他其实是有否决权的吗 是 没错 他其实这个长得很清楚了 就是前两天这个特首在立法会里面已经说了 他说就是这个所谓的上部曲 就是说立法会要通过 然后同时行长官要同意 然后第三股就是要送到这个中央的这个人大常委里面 那大常委是有一个批准的那个权利 就是说他可以否决 他可以不批 所以这个东西是讲得很清楚的 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以前是恒恒乎乎的 就是以前有些人还比较往着好的方向想 就是说只要我们在香港能通过 只要行长官同意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中央虽然他可能有这个权利 但是他不会用 那现在呢很明显他不是 很明显是说 假如真的是通过一个他不喜欢的方案 他肯定要否决 其实实际上呢我觉得中央政府呢 已经不仅仅是说他会否决 而是说他根本上是要任何他不喜欢的方案 他不会在香港通过 这个是很明显 因为他来他之前已经要通过两关了嘛 一个是立马会一个是行政长官 所以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 在这个九七之前 其实中国政府北京政府不断的在保证说 马照跑舞照跳 然后维持香港五十年不变 当时我就觉得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如果香港的民众当时是真的对北京政府是存在的这种期待嘛 就是真的是可以五十年不变 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十多年的过程当中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香港的民众怎么去看待这个北京政府 好像越来越露心 他们的真名和控制的这种面貌呢 我觉得这个香港的状况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五十年不变 这个一句东西呢 这句话呢 其实它本身也是有非常大 一种口号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因为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变呢 对 而且我们今天要真学的东西 的确也是新的东西 也不是旧的东西是吧 我们今天要普选 那香港的确在九七之前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所谓的普选 是吧 我们到今天也没有 所以其实那肯定是要改变的 对 所以关键已经不是说 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不变 而是说我们之前 已经给承诺了 或者说我们期望的一些政治改变 是不是能实现 那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另外一些的问题呢 那肯定 那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比如说言论自由 媒体自主 那这个东西很多人会觉得 过去香港是有的 特别是在殖民时期最后的二十年 我们是有的 那今天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我们越来越空间越来越小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可能就是跟你刚才说的 那个五十年不变的 那个东西有关 我觉得所以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没办法把这个现状 没办法把香港的整个进程 描述清楚 但是很多人会 会用蓝蓝这句话 来描述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什么都变了 我觉得实际上 我们香港的社会 的确在争取在变 而且要希望香港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 一个发展的方向 当然那个不变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是一个在自治上面的不变 可是在某种程度上 他应该是往一个 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个七一游行 从03年特别是看 当时的这种 所谓反对这个23条开始 那其实走到现在 也将近十几年的这个历史 那这个走到十几年历史 我不知道这个越走 香港群众有时候人很多 有时候其实人 其实又不是太多 我不知道这一年一年的走 每年的诉求 或许都有一些些许的不同 可是那个争取民主自由的这个信念 或是某种自治的信念 还是一样存在 不晓得这个越走的这个状况 是越走越有信心呢 还是越走越无奈呢 还是越走越觉得 一种悲愤的情绪是越来越高 我觉得悲愤的情绪是越来越高 这个很明显 我觉得 这个也没办法避免 因为你要争取了这么久 但是你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而且你会觉得现在的状况越来越糟 刚才我说的 比如说你从言论自由 从各种各样的方向 你会看到 香港有些问题 的确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就是一种很备份的情绪 是蔓延了整个社会 特别是在 我觉得他特别是在所谓 支持泛民的群众里面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在这种状况底下呢 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去比较正面的 比较积极的去坚持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跟现在的那种气氛 这种情绪呢 可能有一点点不搭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有些人会觉得 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战 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是不是那么好的 或者说有些人会说 香港已死了 所以就是死之前的一战嘛 我觉得这种态度 其实我觉得对现在的 香港的政治现实 可能是不是那么大配的 因为我会看到 香港现在你要进行任何一个 政治改革的一个争取的话 肯定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而不是一个短期的事件 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运动 我觉得香港的社会 这方面的准备还是没有做得很好 的确斗争是长期的 抗争是长期的 很多时候它必须要在不断的运动过程当中 不断的抗争斗争过程当中 那个能量它才能够逐渐的累积 那这次我们也看到 香港越来越有出现一种 比较族群的情绪的这种状况 例如说在游行当中 也有人会把所谓的港独的诉求 去特别的拿出来 那特别我们看到在香港社会当中 对于所谓的中国的政府 甚至不只是中国政府 包括所谓的中国的人民 大陆的民众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所谓的仇视 或者是甚至善效的状况 我们在网路上面可以看到 例如说在过去的双飞事件 或是上海道到精品店的门口去照相 或者是看到很多流传大陆人 大小便的这种情况 那这样的一个族群的情绪 其实也在这个七一的事件 这个游行当中难免 或者它其实早就已经在香港社会里面 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族群对立的状况 是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方面就是说 你刚才说的一些问题 包括太多的游客 特别是大陆来的游客进来 然后改变了香港整个城市的面貌 跟社会的经济 这个问题是应该讨论的 有些政治讨论我觉得也可以值得讨论 比如说刚才提到说 有些人提出港独的问题 香港独立的问题 香港的政治地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要可以公开讨论的 但现在问题是说 当这些东西提出来的时候 它不是为了讨论 我觉得反过来是用来契机一些 我看来是不是那么理智的一些情绪 比如说它把很多问题混在一起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有一种反大陆的情绪 那反大陆情绪里面 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 大陆政府 大陆的人民 大陆的经济影响 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 反正这些东西都要反对 我觉得这个是对香港的作为一个民主运动 作为一个社会运动来看 肯定是不利的 就是说你让自己的运动变成越来越族群化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要避免的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 这些问题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可以争取 但是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做的 而且我总觉得香港的现在的民主运动的确 应该也是需要去争取的香港以外任何人的支持 包括中国大陆的群众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才是香港的运动的一个趋路 这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 这个所谓的族群的因素出来之后 很多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谈 因为这个族群的情绪 对立的情绪掩盖了更多的理性的讨论 那这其实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它未必是一个有利的方向 那最后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刚刚谈到说香港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或是追求 尤其是应该寻求更多力量的支持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七一游行当中 台湾的NGO也非常多的人去参与了香港的游行 甚至台湾的公民记者也到香港去做直播 那我想这两边之间的这个连结 恐怕不是只有在一个参加游行 或是做直播做报导这样的一个层面而已 我想要请教我冲头是说 你觉得台湾跟香港之间有什么样的 社会运动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什么样的相互资源或是相互协力的状况 因为我们恐怕面对的问题 其实有些部分是非常接近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学习 我觉得这个两个地方 当然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没办法把东西照搬 但是我觉得互相学习是很重要 包括比如说这一次非暴力抗争 我觉得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朋友也是学过台湾的一些支持 或者说鼓励非暴力抗争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这个是互相学习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要看到每个地方 其实民主的斗争都是非常长期的 怎么样去学习 互相学习每个地方长期斗争的这个经验 然后有这样子的长期斗争的一个准备 我觉得很重要 比如说我觉得从台湾的角落 从台湾的方面来看 我觉得可以看到说台湾 虽然在形式民主里面 已经实现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问题 那这些问题你会看到说 可以充分的说明 就是所谓民主的斗争其实是非常强气的 更不要说香港今天我们要争取一个形式上的民主 也是那么困难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让香港的人 可以比较充分的比较深刻的去了解台湾 也从他了解台湾身上 可以理解到我们今天我们在哪个位置 我们在哪一个地方要继续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过香港台湾的社会运动有一个很有趣的连结 就是我们在这个台湾的圈子里面 常常听到就是所谓的今天香港是明天的台湾 那从这个台湾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警惕 可是我不晓得从香港人怎么去解读这样的一句话 对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同意这句话的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把两个地方放在一个 幻想一条线上面 我觉得而且呢这种说法呢 可是可以把一些问题太过简化 而且也让人觉得好像就是香港已经死去了 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备份的情绪 会掩盖了非常多的我们更需要要准备的事情 包括我刚才说的 你怎么样去准备在香港做一个长期的斗争 而不是说我们已经是在临死之前的一战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在香港是很重要的 怎么样去跳出怎么去超越这种临死一战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觉得有些中香港和台湾的那个互动呢 有时候会产生这样子的情绪反应 我觉得这种情绪反应应该是第一点的 冲头最后的这段话让我想到我看过的 香港一部电视叫做天与地 其中一句非常有名的 叫The City is dying 其实还没有死亡 对这个未来充满了更大的希望 因为很多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往前走的 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冲头来接受 谢谢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前走 往前走